偷偷住进女朋友的姑姑家 因为多吃了两袋新梅 不对不对不对 感觉来得有点快 哎 你干什么 哎你谁呀 家主 然后就让我先出来等着 都聊了一个多小时了 哎怎么样了 不行啊 要不我找个保险给你给我打扫一下吧 什么意思啊 你姑不同意啊 哎 你说呀 你姑说什么你跟我说呀 你说你为什么突然神经病 非要去我们家里住的 不是我不是没地方去了吗 那你干嘛跟着我来啊 这个不重要 你顾什么说 他什么态度 他还能怎么说啊 突然一个陌生男人从卧室里冲出来 还干过这种事 而且今天还是我男朋友 他怎么想 他气死 哎呀都怪你那个西梅 你说没事放个西梅在那干啥呀 那你就跟他说 你说怪西梅不怪你 你们一个小时就聊了些这个吗 他问你啥了吗 就问我怎么认识你的啊 然后你人怎么样 你怎么在这之类的 那你怎么说 我不是说的 我说你偷偷跟着我来 无息然后没地方住 因为酒店比较贵 所以就来家里住 他们就说你心眼小 心机重 不相信自己的女朋友 而且没担当 偷偷偷偷不敢见人 躲在别人家里面 一点都靠不住 说的这么严重吗 对啊 我自己还把我骂了一顿 说我谈恋爱都不告诉他们 那你不解释一下 我怎么解释啊 哎呦 要不你约你姑父和姑父出来吧 我们吃个饭 再给聊一聊好吧 估计没这个机会 什么意思啊 就我姑说啊 这件事情是我自己解决掉 还是她告诉我爸 让我爸来解决 什么解决 怎么解决 什么意思啊 就我们两个的关系啊 什么意思啊 分手啊 你你同意了 啊 不是 要不你再约你姑父出来 给个机会 我们再聊聊好了 我跟不定要聊过 你给手机 打个电话给他 先打个电话给他 你什么态度啊 你不会也同意了吧 啊 按什么 笑 分手了笑了是吧 我骗你的 你紧张什么啊 哎呦你干嘛啊 啊你没事吧 怎么了我笑笑你啊 看你怎么反应 我真服了 所以你刚刚是骗我的了 编的 也不成是啊 我不确实很生气 也说你这样做我不对 不过 就他们的女人好像还不错 哈哈哈哈 是什么意思啊 同意了 看技术看看 哈哈哈哈 我就说嘛 我就说我这个人 哎怎么能讨家长喜欢的类型啊 对吧 拉倒吧 要不跟你说好话 你找鬼屁了 哈哈 行 我不说你可以经常来跟孩子吃饭 以后郑达公没有来 不用头都问我的 哎呀 看来咱姑还挺开明的啊 多亏我好吧 行 敬你个三种工好吧 熊丝大餐 啊吃吃吃 吃什么 吃贵的 吃贵的 吃吃料 吃吃料 走走走走走走走